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安 我们这两天 我们要上课内容叫做数据分析及互动式视觉效果BI工具应用 因为我们着重于应用 而且今年只开了两班 所以我就不再用那个 就是说实际的开放资料来去做管理这件事情 因为大数据分析的工具啊 它最重要的重点应该在于说 你学会之后呢 了解了技术是什么 然后应用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然后我们看成功的 它都可以形成一个Business Intelligence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商业智慧改成什么 改成我们的一个服务智慧 或管理智慧行政智慧 也就是说拿我们现有的大数据 你手头上你的资料可能真的是大数据 然后再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去分析里面这些数据背后的隐藏的意义 探索出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拿过来去做一些就是行为模式的了解后做政策的参考 也许我们要去修改我们的政策 也许我们要去当作是一个策略的一个调整 那这边的重点就是在于说 我觉得应用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我上课的时候我举的例子当时商务的资料 可是也就是说先让各位了解了商务智慧 再了解一些开放资料 举例来说我这边就举 卫福部提供的登革热开放资料 从1998年到现在2019年 也有21年的资料内容 还有环保署 环保署提供的大气资料 从1894年到现在 你相信吗 从1894年 1894年发生什么事情 以前在历史上面曾经读到这一个年 各位 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收集资料到现在 那您觉不觉得我们有必要来去观看一下 这个天气的变后 因为环保署嘛 他就是收集天气大气的资料 水的资料 对不对 类似这些资料 是不是值得我们来去观看 那相对你手头上 你手头上应该也有大数据 所以我就会希望就是说 我的教学 我的教学 我希望你学会是应用 那在应用的过程 你会遭遇非常多的问题 非常多问题 举例来说大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对不对 你没有数据 你的资料全部都是文字 有可能吗 当然有可能 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就是我们现在教的是大数据分析 可是就是有人手头上 他可能只能拿到一些都是文字 举例来说中草药 中草药 这些都是书 他就想要去探索 这里面的文本论 例如说他要去探索 什么癌症到底用的富方有哪些 天哪 那里面不是都是中文字吗 那相对的 相对的我会希望就是说 在这整个过程包含资料清理 你们都必须要知道你们即将会遭遇的问题 而且我会真的就强调以实作 实作为主 让我们去了解 不要去背什么4个V 不要去背一些什么 就是AB test 我希望就是说 这些都是你本来就必须要知道的知识 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知识下 那应该要如何去了解他的技术 这才是比较重要重点 好了 我们稍后就花两天的时间 来跟各位分享数据分析 及互动式视觉效果 尤其是这个 你要知道互动式嘛 对不对 你要知道视觉效果 视觉效果我想大家都知道 好 就是画那些统计图表 对不对 你不晓得就是互动式而已 什么叫互动知道吗 学长请问您来自于哪一个单位 这就是互动 这就是互动 可以了解吗 我们现在去在以色调里面 我们画了一个 画了一个直条图 又画了一个折线图 你点这个直条图 折线图会不会跟着改变 不会 对不对 这是以色调 可是我们在POWER BI里面 它是会的 好 互动很重要 互动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要形成商业智慧 就是我们会 呈现很多张统计图表 接下来 我们在统计图表里面 我们看到了些什么 对不对 这些是不是 呃 变成我只能用引导你 可是你们要配合我 我不希望最后演变成都是我自问 自答 可以了解吗 就是 我给 我们透过数学的方法 我们画出来一些图 然后接下来这些图 它背后的意义 我们必须要去 请你跟我一起来去发现 然后才能把它变成智慧 好 那我的范例 讲义 我都放在这里 因为我们要实做 因为我们要实做 所以我只有现在 我才会开全萤幕 等一下我的操作方式 我会把这个全萤幕关掉 这个全萤幕关掉 就是说 我会希望 你是同步 例如说 我现在没有在全萤幕的画面 你们就可以把我这个视窗 稍微缩小一点 你就可以同步 跟着我一起操作 我的操作会变慢 但是我会把每一个操作 讲得很清楚 好 所以我需要有范例跟讲义 我都放在这个地方 你要找对的日期 然后再去找范例下载 甚至我还会有成品 然后还有教学影片 我全部都会放上去 方便你们 就是明天 应该说星期六星期一天 然后你在可以回去的时候 写报告的时候 你有更多的资料 可以复习一下 我姓孙恩 在哪里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游戏 我也留了我的LINE 跟WeChat 方便你们跟我联系 好 那 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之前我都是在 巨匠电脑总公司 专任讲师 也就是 协助巨匠电脑到 新竹以北各公家机关授课 税务举翻 就是电脑的 国内国际证照 大概有30多张 也写了50多本书 可是到了 大概是20 2012 2013年开始 我发现 就是大家买书的情况 不是很好 所以后来我就换成 我就把我的教学的影片 放在YouTube上面 这会放了大概有将近 3000多部的 3000部左右的影片 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你只要搜寻 你只要搜寻我的名字 在YouTube里面搜寻我的名字 以及就是今天的课程名称 你就会相对应的找到相关的影片 记住我 我会把这部影片分成01 0203 就是数据分析及互动式视觉效果 BI工具应用01 0203 一次类推 可能总共会变成10部影片 然后你就分别去把它看完 这就是整个这两天的课程内容 好 那 我目前是在 国立阳明大学 继续攻读我的博士学位 因为我会希望 我会希望就是说 结合我的资讯的专才 能够跟医生 生物专家 一起来去合作 看能不能解决这个癌症 这个议题 好 那 我们就 所以我在这边 我的研究是那个 就是偏那个 rma sequence 就是定序的资料 这个资料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呢 我就把我就是说 技术就偏重于到大数据这一块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刚好就是 行政院就 这边找到我说 那我们来 让大家来去 了解一下 大数据分析 这个工具 怎么使用 好 那我接下来 我们就要先来观看一下 我的 范例跟讲义 范例跟讲义 好 首先 因为我的范例讲义是在 https帖号斜线 go.gl 斜线 注意这个r一定要大写 rxt 这个t也要大写 好 大概知道这件事就好了 那 麻烦麻烦 请注意 我现在给你们的是网址 所以我既然要去下载范例的话 我是不是就应该 应该怎么样 打开Chrome 浏览器 打开Chrome浏览器 好 打开Chrome浏览器之后呢 像桌面上是不是有一个Chrome Google Chrome 我就快速点两下 现在开始 你就要跟着我去做了 好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Google Chrome 你的桌面上应该也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就点左下角这个开始按钮来去找 对不对 好快速点两下打开Google Chrome 为什么要打开Google Chrome 是因为我给各位是一个网址 所以你当然要打开这个Google Chrome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网址列 注意哦 不是搜寻引擎 这个叫网址列 这个是搜寻引擎 请问我给各位的是网址 对不对 所以网址要在哪里输入 网址列里面输入 对吧 你整个环节你都要听懂哦 因为这一个班级我希望交完检定 我希望交完检定 因为大数据分析我们看到现象 这个现象您觉得要不要再去做一个检定 然后让主管去报导的时候 会觉得它是一个经过统计结果 好 所以我都会希望每一个细节您是因为听懂 然后照着去做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请不要在搜寻引擎里面输入网址 虽然搜寻引擎里面可以输入网址 可是我们现在重点是要在网址列输入网址 会比较正确 好我们接下来就在这个地方 请输入 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o.l 斜线 YTZ R XT 在这边我要稍微等一下 可是看得到吗 看得到吗 HTT HTT 千亿您最好把那个网址啊 写在这个地方 写在这个地方 就是自己做一下记录 好 这里面有非常多 相关的就是 课程跟影片 是我的三千部影片 都 那个检索大概都在这个地方 好 当我点一下Enter之后 有可能进不来的原因 是因为你打错字 就是大小写 请问是不是都进来了 有没有没有进来的 可以请隔壁互相协助帮忙一下 好 那请问一下 今天 你看这是我的孙在阳电脑教室网站 欢迎你们有空也 帮我来去点点看 因为里面他就是一个完整一套一套的课程 那在这个地方 就是像我们今天上课日期是 2019年11月7号 我们今天课程名称叫 数据分析及互动式视觉效果BI工具应用 有看到 有看到 你看一下 呃接下来接下来我还有其他课程 像11月19号 我就要去 呃 那个 明治明治科技大学网站流量分析 为什么网站流量分析越来越重要 因为 在比如说招生的时候 我们想知道说学生 来我们学校希望看到些什么 然后来去做关键字的搜寻 然后 优化我们的网站 好 只提供给你们参考 还有像另外一所科技大学 他想要去听 google sweep google sweep 不晓得各位知道这是什么 不过你看我大概都是在教一些像 例如说 我希望你从办公室 offic 里面有一些使用技巧 也都希望你能够掌握 就是也许你的 word is a powerpoint 你会用 但是你用的是 使用就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方法吗 好这是质疑的 您不妨看看我的教学内容 他有一些什么速度大数据分析 这个会比较偏重于像总统大学 因为政治大学开出来的课纲 他们要用的范例是比较偏 比较偏那个选举总统选举的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反正这边有很多很多的课程 你再继续往下看 是不是可以看到很多 好那下面我再做一些分类 色彩的分类跟影像处理有关 我可以教的有包含影像处理 美工网页动画影片制作 然后办公室应用 甚至以下 VBA 大数据分析 还有像那个Google Google Suite 现在越来越红 然后接下来Office Office整合的系列 好这提供给你们参考自己有空之后 慢慢自己去点 但是今天我们重点是在这边 数据分析及互动式视觉效果 BI工具应用 好这些通都是免费的 你看付费我会特别标出来 付费我会特别标出来 好那我们来去看这个数据分析 即互动式视觉效果BI工具应用 这边是不是有影片连结 预计可能 今天晚上看看有没有这种精神 然后或者是星期六 我就会把那个今天上课的影片 直接连结放在这地方 让一点就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这部影片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讲义有范例 好点选范例下载 你不要点错都是范例下载 因为不同课程有不同课程的范例 好在这个地方 在这地方我要先请你们点选的是这个超市范例 每一个范例都要下载 每一个范例都要下载 可以吗 那我要请你们下载的是 请把这 请先下载这一个第三个才对 第三个 不要下载这个哦 不要下载Google Google 试图表 这一个档案 要下载以下这个档案 超市范例 因为我希望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 就要让你们知道如何从Google试算表这边开始 好 例如说我们做简单做一个APP APP产生结果放到Google试算表 试算表 然后直接透过POWBI画出来图 好 这都是可以整个自动化 只要只要你把你的APP做好 别人在上面填好 填好然后送出 视觉化图表整个直接自动更新 好这些应用都应该要混 好请下载它 怎么下载就点这个 你看 你看在这个地方 你点这个图示 这个图示之外 你点这个图示之外 是什么意思 是预览它 对不对 是打开来观看它 那点这个图示就是下载它 有看到下 下 有看到下载 但是下载到哪里 有没有看到一条线 这条线代表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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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而且还是水平线 能不能画直线不行啊 那代表这水平线是什么意思 下载到本机 你的主机是不是平的 以前我们的主机 以前我们的主机 是不是直的 其实最早最早 现在你的主机应该是直的 放在你的桌边 可是最早的主机它是平的 286时候的那个主机 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看到 就是放在那个桌上 桌子上面 可以了解吗 这个Notebook叫什么 腿上 Leg Top Leg Leg 不是脚吗 不知道没关系啦 反正桌上 桌上 Desktop 对不对 总有听过吧 好 不是 因为我我只是希望就是说 这些都是 都是 我觉得是要合逻辑 这样的话 我们的距离会更接近 我不是在讲神话 我是在讲人话 可以了解 因为后面越交会越难 好 所以我才会希望说 你整个环节都是听懂的 你到时候 你直做起来会比较方便 好 所以我们就点这个超市范例 点它 然后 接下来呢 它就自动去下载 对不对 自动去下载 好 那下载好了 下载好了 我现在暂时先把我这个视窗 先全部关掉 好吧 我这边 我这边还提供了一个 Power BI Desktop 的64位元的软体的下载 好 来我先把它关掉了 整个视窗通通都关掉了 因为做好了 做好了 我是不是就先暂时把所有的视窗 我都关掉 好 请问一下是不是关掉了 那你应该会很好奇 下载的档案在哪里 对不对 好 我要告诉你 下载 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在下载里面 那你自己本极端的下载在哪里 对不对 这就是你现在应该要了解的 好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像我这边 各位 各位 你们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个资料夹 资料夹 这边有资料夹吗 最下面有没有资料夹 打开资料夹 我先把我的这些都先关掉 你最下面最下面这边应该会有一个资料夹 最下面 好 其实他就是档案总管 点一下档案总管之后 你的 这边有一个快速存取跟本机 我建议你们找的是本机里面的下载 本机里面下载 因为有些人他快速存取他没有使用 没有使用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点选本机的下载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今天下载了一个 哪一个档案呢 超市范例 这就是刚好我们下载的 好 所以我现在要讲一句 我现在要讲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可能是废话 我现在要讲一句话 这句话可能是废话 那是因为对于和逻辑的人 他觉得他觉得这句话是对的 可是对有些人来说 他觉得是废话 好 我们从网记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会放在本机的下载里 对不对 下载下来的档案 当然会放在下载里 好 我真的要告诉你 我说的话绝对都是合逻辑的话 这样可以了解吗 真的 我们在考那个电脑的时候 尤其考什么是非题 应该说选择题 很多的答案就在题目里面 很多的答案都在题目里面 这样理解吗 因为 请问资讯的东西是不是就是要合逻辑 就是要合理 好 所以我们从网记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会放在本机的下载里面 所以你就要用这种方式来去学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下载了一个超市范例 超市范例 那 因为我们的课程 我们的课程 一刚开始 我们是要先从 以下的枢纽分析 还有资料的正规化 开始跟你们分享起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先透过以下 我们必须要透过以下打开这个超市范例 然后我们来去观看这个资料的内容 好 我们现在快速点两下 打开我们的范例 打开范例之后 第一件事情他就说这个档案受到检视 受到保护的检视 什么叫保护检视 就是你现在可以看他 可是你现在不可以 不可以 去使用他 举例来说 什么叫使用 就是编辑吗 我选到这些资料 你按delive 他是会产生错误的 好 那怎么样可以使用他呢 就是启用编辑 启用编辑 好 请点一下 启用编辑 可以吗 好 请问一下 什么叫做资料的正规化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一刚开始 是不是要教你资料正规化及书没有分析 对不对 那什么叫资料正规化 我简单的说 当你今天拿到资料的时候 用一下还没有要急着要讲PowerDI 好 当你今天拿到资料的时候 这个资料对不对 你关不关心 你关不关心对不对 这件事 举例来说我今天我跟 呃 因为我给你们的是商务资料 商务资料 这样了解啊 就是里面就是公司里面 比如说这是订单资料 订单资料是不是就是商务资料 对吧 好 这个订单资料 假设我今天我从 系统捞出来 我从资料库 捞取资料 捞取资料 捞取资料出来 我取得的是2013到2016年的资料 那 请问一下这个资料 你是不是关 你必须要先关心一下 他真的是2013到2016年的订单资料吗 对吧 别人拿给你任何资料 你都是照单全收 下场会 怎么样 我们先来推想一下 我们现在先来推想一下 我是资料的拥有者 我是资料的 应该这么说好了 学长贵姓 留 好 比如说留学长的资料 然后呢 我跟他要资料 对不对 因为我要做数据分析啊 我要去画视觉画报表啊 好 我就跟留学长说 我要跟你要什么什么资料 因为那个资料是他们在保管的 好 我拿到这个资料之后 我去做资料分析 我去做视觉画分析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做完的这些结果 是不是要承送给我的主管 结果 结果 我的主管 在报道 在报告这些视觉画结果的时候 发现资料错了 因为 因为他明明要报的是 2013到2016年的资料 结果发现里面 是2012到2015 好 那请问你 这个错误会算在 资料拥有者的身上 还是算在 我们做视觉画分析的人的身上 还是 谁报告 当然是做资料视觉画的人 可以了解 这样了解吗 好 绝对跟资料拥有者无关 可是一刚开始你拿错资料都是 都是因为别人给错资料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要先来去看一看 你的资料到底正不正确 可以了解 还有你消灭用器 这里面是不是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有没有可能订单日期 产生是错误的日期 例如说 1900年1月1号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是 2013年2月30号 有没有可能 有吧 有听懂 那请问一下 你拿到资料要不要检查 所以你怎么检查 所以你怎么检查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多多少少要稍微知道 如何去检查一下我们的资料 首先首先 我们先看一下 像例如说这个是属于 所以行ID是类别型的资料 类别型的资料 类别型的资料 它不是 不是数值资料 行ID是类别资料 可以了解吗 只有数值资料 我们才需要做计算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我们都是算次数 算次数 例如说 编号为1 的出现几次 当然是一次 编号为2 出现几次 当然也是一次 可以了解 好 这些 这些是因为它是类别资料 那请问一下 假设我今天我的资料比数是1万笔 那它在这个地方的行ID 它应该就是123一直到1万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资料检查 针对这一个有序的类别 有顺序的类别 我们可以经过排序 好 怎么排序 因为它有顺序 所以我们可以经过排序 然后看第一笔跟最后一笔 我们大概就会知道说 我们的资料比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 游标 请放在A2或A3 或随便任何一格 然后点选什么 常用底下排序 有小排到大 有小 我们可以点选常用 排序与筛选 底下 底下从最小到最大排序 然后接下来请问第一笔资料是不是1 第二笔资料是不是2 一此类推 那就请卷轴 卷轴拉到最下面 好 这边是不是看到了1万 所以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这里面有1万笔资料 不对 应该是这么说 刚好左边它是不是有那个 列的标签 他告诉我这边是到1万01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 这个资料是相符的 通常这个时候我会做一件事 就是点一下A 点一下A 这一栏 他这边会告诉我项目个数 对不对 所以下面这边会告诉我项目个数 因为第一列一定是栏问名称 不算记录 所以真正的记录比数有1万笔 好这没有问题 这是因为当资料是有序 有序的时候 什么叫有序 有一个顺序的存在 那请问一下 那日期资料 日期资料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检查 请问日期资料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有顺序的资料 对啊 所以我们什么 我们是不是排序 排序的话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常用排序与筛选 常用排序与筛选 由旧排到新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资料 是从2013年1月1号到2016年12月30号 可以吗 好 请问检查完了吗 日期 请问这个订单日期检查完了吗 还没有还要检查什么 你觉得还要检查什么 不合理的 不合理 很好 什么叫不合理的日期 学长能不能再提供一两个 2月30号 对不对 不管哪一年都不会出现2月30号 或者1月32号 可是有没有很笔物输入错误 这种还就算了 这种是笔物 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是 民国103年 他这边就写103写限1月12号 有听懂吗 明明这些大部分都是什么 西元里面就是会有几笔民国纪年 同不同意 那你要怎么办 有听懂吗 这时候你要怎么办 学长你要怎么办 对我学长 民国跟系员都夹夹在一起 你要怎么办 搜寻 搜寻 你可不可以这样子 就是可以问老师 写信问老师 有听懂吗 我真的不骗你 反正资源在那边嘛 对不对 相逢就是有缘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 你可以 我到时候我也会跟你讲说 如果说这个问题对你们来说很复杂很困难 那就请专家来做 专家不是找我 这样了解 专家有很多人 就是例如说你可以写计划去找厂商 对不对 来投标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地方你要先知道那个问题 我真的不骗你 会有不合理的日期 还会有西元跟民国日期交杂 对不对 甚至还有那个 因为我们本来就知道它是K错 假设它真的是K成1900年的1月1号呢 好 当然你会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错误 请不要用现在的知识来去匡用 10年前的资料库 20年前的资料库 请问民国 中华民国是108年才建立的吗 不可能啊 对不对 那前面107年资料我们就算了 不可以有这样子的想法吗 我们大处去分析 我们一定是要从以前的资料 一直到现在我们全部都要去 整合在一起 然后来去做资料分析才对啊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怎么办 我是不是要去检查 好 我们就发挥什么 肉眼 肉眼检查 这是 至少 刚刚大哥不是要继续准备讲下去了吗 就说好 我们来去检查一下里面到底有没有错误 检查什么 好 他就检查到1月31号那个时候 你看哦 这边是不是1月31号 嗯 没有错误 因为接下来他放的是不是2月1号 所以代表说没有错误 那接下来我们总共有4年的资料 你是不是要在48个点 都要进行这样子的肉眼检查 对不对 那如果是我刚刚跟你讲1894年的资料到现在 你是不是一天的工作就没了 还有还有 还有 我不想要各位现在会不会遇到一个情形 就是 我在检查到 例如说 2013年开始到2016年 那我在检查到2013年的7月的时候 你会不会在心中 我前面检查的 有没有漏检查 有听懂哦 所以既然你会有这样子疑虑 你为什么还要用人工来去做检查这件事呢 真的啊 真的我不骗你 你们大家 都应该会有一个经验 例如说 那个瓦斯 瓦斯关了吗 然后那个出门的时候门有繁锁吗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那是因为说这是对家庭的一个责任感 就是对这个资料 你就是要有相对的那个解决的方式 好 那我现在呢 我提供你一个方法 来去检查 而且 10秒就检查完毕了 要不要学 当然要学啊 好 检查方式 对不起 就是要写韩式 写韩式 你看哦 我在这边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只要有这个日期 就一定会对应到一个星期 只要这一天是存在的 就一定会有一个星期几的对应 同意吧 如果不是 如果这一天是2月30号 请问会有一个对应的日期吗 不可能 这样了解 好 我不晓得你觉得我这个idea怎么样 我们来移到最右边 有听懂吗 这边很抱歉 我没办法让你跟我一起做那个脑力的激动 然后想到跟我一样的这个方法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 讲不到大数据分析了 好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创造一个叫星期好了 星期 哎对了 我们上这个课程有些人讲说 你们应该多多少少对以下是了解的哦 我不可能去教你什么韩式 这个韩式要怎么用 所以我是直接用哦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u2这一格我要创造我要判断出他是星期几 所以我用等于 就算你不会我还是想要交一下这个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这边我是不是就输入星期 因为我就是要去找他是星期几 所以在这个插入函数这边我是不是输入星期 开始 好他这边说第一个传回两个日期间 这边我教你看中文哦最重要的重点不是在最前面就是在最后面 好你看在这个边我就看传回数目传回工作日的数目 我们现在不是要算工作日对不对所以不是他好第二个 传回什么星期的数值 请问是不是他 有听懂吗 我跟你讲看外国人翻译过来的中文 请你千万别看中间 越看中间会越让自己陷入看不懂的状态 所以只看看重点看重点知道吗 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去看那个中间这些传回星期数值 对就是他所以点选确定 然后这边是不是要放serial number跟什么return type serial number是什么就是一个日期的数字 那日期的数字是不是我刚刚的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然后接下来接下来我选好这个订单日期之后 return type 在这边我要选什么 这边是不是有星期日 对不起他这边说是一个数值 使用一的话星期日代表一 这是美国人他比较喜欢用的方式 他认为星期日是一周的开始 那我们呢我们用使用二代表什么 星期一是一星期日是七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辨识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return type是二 然后点选什么确定 那接下来呢就请把这个星期在这个地方 直接快速点两下 就整个复制下来了 请问这件事情应该没问题 就是快速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 做完了吗 好了 那接下来接下来我们要快速检查 快速检查 怎么检查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快速检查这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用筛选的方式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筛出1234567以外的 如果有就代表他那个订单日期是有问题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游标放在 放在所有资料任何一个都可以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常用底下排序与筛选 请点选筛选 然后请你拉到最右边 来去观看一下 你看星期底下的项目 是不是只有1234567 所以在这个地方 您是不是可以大胆的说 我们的订单日期的资料都是正确的 对不对 你觉得现在这个方法比较好 还是用肉眼观察法比较好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好我刚刚跟你讲的是 我刚刚跟你讲的重点是什么 是日期的判断 日期的判断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哦 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想再请问一下 这里面 这里面 因为日期它算是文字类型 所以你可以用我刚刚教的方法 来去做 那请问一下 像这个类别里面 是不是有家具技术办公用品 你可以确定这里面 所有下载下来的资料 就只有这三种类别吗 现在是不是要做资料检查 对不对 怎么做资料检查 还是 请问一下 你们有没有做资料检查习惯 就是别人给你什么资料 你都不检查 反正就是 算了 然后开始做资料分析 你们的 效 代表隐藏背后 背后可能会产生很多的错误哦 好 所以这一段一定要学好 希望你们可以了解 就是说 这个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 正规划 其实就是在做资料的检查 资料检查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了 请问你 这个类别里面应该 从中道理就只有这三个类别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用排序的方式 可以吧 对不对 排序完毕 就检查完了吗 例如说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是不是把这个类别 类别你看嘛 他这里面 这里面告诉我就是三个 好 我们把这个资料 把这个资料排序一下 排序一下 这边是不是计数 全部都是计数 对不对 大家计数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 最后一笔技术完毕之后 是不是就家具 家具完毕之后 最后一笔就是办公用品 好 我看完了 我看真的是完蛋了 这样子还不还不算结束 这样子的检查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凡肉眼所能见的 只是 只是假象 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 那有些是肉眼看不到的 我不是要跟你讲灵异事件 我是要跟你讲空白 请问一下 这个办公用品 我按了一个空白键 Enter 请问你看得出来这个办公用品 跟这个办公用品的差别吗 当然看不出来啊 对不对 你又不是具有可以动心空白的 眼力的这种人 对不对 请问一下 你觉得在输入资料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不小心打到空白 有吗 那你要怎么办 先把资料里面的空白全部都删掉 是这样子吗 这样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哦 好了 我现在要先告诉你 我现在要先告诉你 我们把这个资料 我们把这个资料先关掉重开好不好 我们重新来做一下 重新来做 好 先把这个资料关掉 然后重新打开 当我们今天我想要针对 针对这里面 这里面的类别 产品类别 有看到类别哦 我要判断我的所有资料 是不是就真的只有这三种 所以这个时候 还是要借由 借由 电脑工具来帮助我们来去做资料的 比对 千万不要用肉眼来做比对 所以接下来我要教你如何做 如何做 好 请问一下资料的验证 资料的验证 应该各位都会用吧 对不对 对 好 请移到最右边 请移到最右边 我要先创出创造出来 我要做资料比对的内容 我要做资料比对的内容 就是我的产品类别有什么 办公用品 控制键按住 技术 还有家具 就我选到三个 然后复制 常用底下的复制 我选到这三个 然后请贴到这边 贴到空白地方 贴上 这就是我要去检查的清单 我已经创作好了 可以吗 有没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你要去比对 是不是应该要有先有一个清单 只有这三个 这三个是我应该可以存在类别里面的内容 对不对 你要先创作出来清单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接下来请将游标 请将游标 落在 请稍微改一下好不好 例如说办公用品 随便挑一个办公用品 办公中间按一个空白 公跟用中间按一个空白 好 然后这个 技术 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 后面塞 看你要塞几个空白无所谓 反正这个技术呢 他后面是有空白的 然后接下来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家具 家具假设我前面 给他一个空白 有听懂吗 就是我先创造几个错误的质量 看他等一下能不能 自动帮我辨识出来 同意吗 知道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重要 回去回去 麻烦请自己做 类别的判断 地区的判断 客户名称的判断 方法全部都一致 只要是文字类别 你统统可以用 我现在所说的这个方法 包含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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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怎么做 所以首先选到整栏这个类别 整栏这个类别 然后点选资料 一请点选类别 然后二请点选资料 点选资料 底下三请点选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 我们要设定设定 请用清单 请把这个 储存格内允许是一个清单 就是这格子里面 我就只能符合的清单 清单是不是刚刚做的那三格 所以这个清单的来源这边 来源我就要去设定为什么呢 好 卷轴 水平卷轴拉到右边 我只能选择这三格 然后 确定 请问你 现在是不是已经设定好了 设定好了 接下来就要用电脑自动判断 自动判断 怎么做自动判断 怎么做自动判断 一样是选到类别这边 类别 然后 接下来呢 资料 底下的资料验证 有看到吗 所以我现在要用哪一个功能 圈选错误资料 对不对 点它 你喜欢这个功能吗 你喜欢这个功能吗 而且你做完这件事情 是不是可以永保 资料是正确的 我相信在座 你应该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功能吧 但是资料验证 在座应该每个人都会 可以了解吗 那是因为你现在都不用做什么圈选错误的地方 因为你现在啊 你现在就算做资料的验证 你都是已经限制住别人能够输入的内容 所以你都不用再去比对那里面资料到底正不正确 可是我真的要告诉你 当你今天拿到别的单位资料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请问一下你会不会做 这边有一个叫做 产品名称 会做资料验证 资料比对找出不正确的资料吗 应该可以了吧 对不对 稍微注意哦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技术没有错啊 这个技术没有错啊 对不对 这个技术当然有错 然后呢 这个技术跟这个技术是不一样的技术 好 请问一下 我讲解到这个地方 你觉得这些东西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我这边我要再告诉你 我的资料因为太干净了 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做资料清理 好 请问一下 你现在拿到的这些资料 因为 因为我现在举的例子是很干净的 你的例子我就要告诉你 那就千奇百怪了 请问一下哦 如果你今天看到这几个错误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事情 修改 修改成正确清单的资料 对吧 请问你修改资料的权利是谁的 这个资料的拥有者又不是你 对不对 你有必要去修改资料吗 这样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所以请问要不要跨 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 对不对 否则 那个资料拥有者 他要创造一份 例如说一马步 那个资料清单 资料的内容 接下来呢 你做资料分析 你是不是又要再产生一套 好了 请问刚刚是不是讲完了 那个类别型的资料 日期资料 对不对 如何做资料清理 请问右边有看到吗 这些是不是都是数值 数值要怎么做资料清理 数值要不要做资料清理 数值当然要做资料清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学一下 可是你在做数值的资料清理的时候 要有几个基本概念 请问销售额 销售额 请问销售额会不会有负值 销售额会不会有负值 不会 请问利润会不会有负值 会 对好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请问哦 我现在讲的是数值的资料清理 您有没有发现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销售额 销售额是看到什么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大值 最小值是多少 13.44 最大值是35,600 可以哦 请问您觉得这样子的资料内容 这样子的销售额正确吗 您觉得这样子的资料内容检查完了吗 就是最小值最大值 你在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最小值最大值 完资料检查了吗 还没有哦 还没有 还没有 对不对 对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再进 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我们要怎么样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设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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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不正常范围 就是合理范围 合理 不合理 先讨论完 再看正常不正常 所以呢我们最简单用的方法就是看分布 同意吗 你看以前真的如果你有学统计学 你应该会一刚开始被老师要求 要求什么 去画那个分布图 那个分布图是有意义的 对不对 但是哦 但是哦 如果你直接念研究所 就是经过了20年去念研究所 然后呢那个老师跟你讲说 自己去大学不休课 听得懂吗 有可能啊 因为你都已经要念研究所了 那统计不足的知识 请你到大学不听 请你不要直接听研究所的统计哦 他是不会告诉你这个分布 他不会要求你手工在那边画分布 可以理解哦 好 所以这边一定要 一定要请各位知道 数值我们要看分布 从分布里面去看正不正常 合不合理 同意吗 这一块我觉得应该还蛮容易来去跨越的 但是 但是 我希望你们能够去理解 好了 首先 首先我们现在就要去看分布 在做分布之前 我建议各位先把数值 先把数值 先标准化 什么叫标准化 例如说这边有小数位数 有三位的 有两位的 这样子我觉得不太好 我们把它统一 取整数 好吧 取整数 所以在常用这边 常用这边千分位符号 小数位数减少 好 千把全部都改成整数 例如说 这个 这个销售额130 125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画分布图了 分布图也是2016年的之后的新功能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一样选到 选到这个内容范围 然后插入 插入这边 这边有一个叫做 这个 直条图 对吧 不是这一个直条图 是这一个 这个 我看它分布图 分布图 放在 他把分布图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去画一个群组直条图好了 不对 你去画一个直条图 这个直条图不对 奇怪 插入 插入 插入底下 直条图 我去拿了 因为他这边 我们正常叫做直方图 他把它定义叫直条图 散步图 真的不见了 直条图 值 好吧 真的不见了 代表说这个版本还不是最新版 还不是最新版 好 我就要告诉你 在这里面 这里面 因为等一下我们到 Power BI一定也会看到 然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分布 它的分布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当我们今天这个资料 应该是要去呈现在一个合理的分布 那什么叫合理的分布 稍后再跟你们讲 记得在这个地方要去做直条图 只是它现在这个工具不提供 好了 所以相对的 相对如果你有就是你大概先 看完这个分布 知道说它的资料 它在合理或不合理 蛮可惜的 因为它这是新功能 它这是新功能 对我们这个版本是2016吗 难怪 因为2016以后的直方图 值得你一定要去看 好了 那假设我现在 假设我现在我已经把资料通通都做好了 所谓的一个资料清理 资料整理 也就是正规化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做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做资料分析 对不对 那个数值我等一下到Power BI 我再跟你们再讲 再讲那个 因为直方图是它的一个很标准的图 这边能不能理解这四个都是数值 折扣折扣它的特性是什么 0到1 而且是是介于要有包含0有包含1 对不对 不会有其他值 了解 再来利润呢 利润会不会有负数 会好 你当然知道有负到正 这样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看它的分布 数量也是 请问你去超市会买 会买几样东西 会可能会买一样东西 可能会买两样东西 有没有可能买到10样东西 有可能吗 会不会买500样东西 不可能 会不会买到30样 不可能吧 你去大润发加勒服会买到30样 可是你去7不可能买30样 可以理解我在说的意思吗 所以这个 这个都是你必须要针对 我拿到是超市范例 数量它就应该是可能介于1 到可能15啦 那15的几率已经是很低很低 结果冒出一个 例如说 300 那就代表那个300 你觉得是不是叫不合理 可以理解吗 那不合理 我们就会有什么IQY 例如说用1.5倍标准差 之外我们视为是不合理 反正以前统计是这样学的啦 但是我要告诉你哦 医学上又不是这样子讲的哦 医学上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 用一个统计的方法去 去限制住 好 那接下来我要讲 因为我们现在拿到这些资料 我们是要进行资料分析 对不对 这就是很重要的重点哦 那 我先跟各位先讲一下 我们预计哦 预计就是 上一个半小时 大概就是10点40分 我就要把那个第一单元上完 然后 反正就是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 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课程 好 所以我们预计在10点40分左右 35到40分之间 我们会进行第一次的下课 然后第二次下课就要准备去吃饭 对不对 好 我们 现在要来看如何做分析 当你今天拿到资料的时候 当你今天拿到资料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到底要分析什么 对吧 所以我现在教你这个方式 先把先把这个 请先把这个 标题列复制 选到所有的标题列 就A1一直选 选到这地方 T1 复制起来 然后接下来 贴到这地方 选择性贴上 贴到右边 选择性贴上 贴值 确定 你这样是不是又贴了一次 建议不要用 直接贴上 应该用什么 选择性贴上 值 然后用 转字 可以吗 这个转字 勾一下 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一起来去思考 一起来去思考 可是你这样还不够哦 你还必须要先把 他的资料类型 产生出来 产生出来 例如说 行ID 他的资料类型是文字 订单ID的 资料类型是 文字 可以吗 好了 我只要告诉你 这全部都是文字 只有什么 销售额开始是数字 销售额数量折扣利润都是数字 可以吗 这不难啦 这只是告诉你说 它是一个文字类型 它是一个数字类型 例如说 销售额这个栏位 它是数字类型 好 那 我是要告诉你 这个东西其实叫 易马步 通常我们在分析资料的时候 我们要先去看 我们要先去看易马步 好了 易马步要跟谁要 谁给你资料 你就要跟他要易马步 了解吗 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哦 一定要真的 请你们特别特别注意 一定要跟他要到易马步 不然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到底是 像例如说行ID 行ID 他这边一定会写是文字 绝对不是数字 好了 请问一下 当我们今天要去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要去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你这边通常会怎么样 会从文字里面 文字类型里面 挑一个出来 搭配一个什么 数值 数值类别 一个数值类别 来去做统计分析 对吧 例如说 我我可不可以算出来 我可不可以算出来各国 各国销售额 我可不可以算出来 我可不可以算出来各纸产品 纸产品的 利润 利润 可以了解 也就是说 从这个 这个是文字类型 文字类型 总共16个 从C16 取一个 乘于什么 乘于这边是不是有四个数值 C4 C4 取一个 对吧 从C16 取一个 乘于C4 取一个 这是国中的数学 对不对 不知道你就算了 反正呢 意思是说 我可以算很多很多 对不对 我可以做非常多张统计报表 可是我不可能每一张都算出来 就算你算出来 你觉得老板会看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老板还认为说 你在浪费时间 浪费老板的时间 对不对 好 那请问你觉得 你觉得我应该要分析什么 我不是算这么多 C16取1 乘于C4取1 就64 64张 那你觉得老板最关心什么 你就算给老板看吗 你觉得老板最关心什么 老板最关心销售 我还是关心利润 利润利润 哎那你为什么不不说关心这些类别 他当然不会关心这些类别啊 你觉得他关心哪个业务表现最好吗 我觉得他比较关心什么 他到底赚多少钱 同意吗 好这第一个思维哦 你今天你要做报表 你今天要做报表 是要给谁看 是要做给谁 那你就去问他嘛 你最想要看什么 听得懂哦 他就会跟你讲 我最想要看什么什么 这样理解吗 你做出来是他想看的东西 那他当然会觉得说 你今天的分析是对的 如果他就想要知道 我到底赚多少钱 结果你刚刚讲说 哦我们公司的那个生产数量 那个美矿浴下 或者是销售那个客 呃那个什么 哎 业务人员的表现 谁表现最好 那个老板 他其实不太在意的事情 他在意的是 你都不帮他算 他会不会觉得你很讨厌 可以了解吗 你又不是不会做资料分析 只是你分析出来东西 不是他所想看的 好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 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分析 或不知道要分析什么 请问可不可以去问你的老板 或者是这个报表 是要给谁看的 好 这个报表如果是要给民众看 如果是要给生产部经理看 你觉得他会关心销售额 还是数量 还是利润 生管部门 生产部门 他在意的是数量 你觉得那个业绩 业务经理 业务经理他在意的是什么 销售额 同意吗 这样大概知道 每一个主管他应该 在他的职位上 他想要看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 好了 第二个 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 当我今天 当我今天 我是以一个目的 目的 什么叫 我们研究应该会有一个研究目的 像例如说 像例如说我今天 我就是想要去知道说 哪一个客户 哪一个 例如说大客户跑掉 对不对 假设我要分析这件事 主要客户的变动 主要客户的变动 这个时候 你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会知道说 我要去做分析什么 所以我觉得你要先思考 我的研究目的是什么 或者是我到底要分析什么 所以你要先知道你要做的那件事情 结果 同意 好 那 反正就是你要做给主管看 那就要请 请跟他讨论商量 要研究什么 或者是 或者是你已经知道你的名称 名目 你的目的 好 那请问一下 我现在假设我要做老板最关心的事情 他可能会想要知道 各年利润统计 所以怎么做 最简单做法是不是用插入 要跟着做 游标放在任何有资料的任何一格 然后我们是不是做插入书纽分析表 因为我们要做分析 所以当然就点插入底下的书纽分析表 然后点选什么 确定 他会自动帮我扩大那个选取范围 自动扩大选取范围 所以一 请将游标落在任何有资料的内容 二 请点选插入 三 请点选书纽分析 四 请点选确定 好 请点下去确定 然后接下来呢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老板最关心就是各年利润了对不对好请问各年各年年是不是跟日期跟时间是有关系的所以你会选哪一个 为什么会选定单日期 但是又听到发货日期这个时候你应该知道说我们认列一个利润是从认单那一天开始认列还是出货的那一天开始认列对吧 所以请你们就是在做那个就是资料分析的时候你到时候一定要先注明我们认列定利润的标准是从例如说认单接到认单这一天开始当做是计算依据好所以勾选定单日期 勾选拳就点一下 勾选拳就点一下 点好认单日期之后 请问 请问 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去找利润 卷轴拉下来 卷轴拉下来 然后这边是不是就看到利润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邮标邮标请你们请你们点选这一个这里面不是有很多日期吗 随便选到一个日期 随便选到一个日期 因为通常我们不太可能就画出这样子的图 我们通常会给老板看到是那个越简单的图越好 所以我们会去做什么 会去做群组 群组在枢纽分析表工具 去分析 底下有一个群组选取项目 群组选取项目 请勾选年 把月给关掉 有看到 这就是群组的设定 群组的设定 然后点选确定 现在就变成四个数字了 我们再去画这张图 因为你觉得老板要看日报表还是周报表 还是月报表还是季报表还是年报表 你觉得老板要看哪一种报表 年报表 你不要拿拿了一个清明印象颗图给他看 他没有那种 不管是美国时间台湾怎样 反正都是没有时间 谁才没有时间 只有死人才没有时间 对不对 我觉得好像蛮有道理 可是你不要浪费他的时间 好 所以刚刚那张图一定要换 换成什么 换成这一种 好 我们现在要画图了 画图是不是点选 书纽分析表工具 分析的书纽分析图 好 来请点选 书纽分析表工具 分析底下的书纽分析图 这里面最简单 老板一看一目了然的图是什么 就是这一种群组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 可以吗 确定 好 好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这个时候建议 建议 当你现在这样子 当你现在呈现这样子一张图 当然你可以加一点美工设计 我建议你就用这边 书纽分析图工具的设计 里面 挑一种 挑一种 你觉得 你再怎么设计 可能都没办法 像他设计的这么好 你干脆就 自私化统一的 用他设计的图 好 我建议 滑鼠右界 滑鼠右界 选到任何一个 并 选到任何一个条 直条图里面就有很多 不过条 滑鼠右界 然后点到任何一个条 然后加上趋势线 加上趋势线 加上趋势线 可以吗 加上趋势线 通常我们会 如果是研究的话 我们会把什么 公式 这边 公式选出来 还有R平方也标示出来 然后这个趋势线的格式 就可以把它关掉了 在哪里 在这个最下面 趋势线的最下面 这两项会把它勾选 然后关掉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我不太需要再花时间来去教你 那个图表的名称 好 可是 至少 至少在这个地方 我加了这条趋势线 我就可以说明他的趋势 对不对 好 前这张图画出来了吗 对吧 来 学长 您看到什么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说的利润学人 领域是增长的趋势 啊 趋势是增长的趋势 对不对 这样可以了解我在说的意思吗 好 因为我们画完图之后 我们要会分析 我希望你画完图之后 画完图之后 你一定要去找 谁要看这张图 要跟他看的时候 要跟他互动 要跟他有沟通 因为 Power BI已经帮各位做了 自动分析 也就是前面这一端的工作 不用再由人来做 不要再去跟机器层工作来做 听得懂吗 但是机器会不会去跟老板沟通 画出来的结果 不会 这样了解 我刚刚说的 先这一段 我刚刚说的这一段 如何去选什么栏 然后画出分析表 以及分析图 不重要 因为Power BI里面 他已经帮你自动做了 好 不过我要 我要真的请你们 特别特别注意一下 你要看得懂这个图 例如说好了 这公司是什么意思 阿平方是什么意思 对不对 还有请问 为什么画这个趋势线 那你甚至可以讲 预测2017年 因为这边2015 2016 那接下来这边是不是2017年 2017年是不是在这边 对不对 这个值你会不会算 在这里 只要念过国中 他就应该要会算 请问这个x要换成计 这个x要换成多少 这个数字乘一个x 加上一个数值 那这个x现在要换成多少 什么2017 55 这是1 这是2 这是3 这是4 你现在是不是要做2015 所以他就变成5了 x是一个变数 第五期 可以吗 不行也不可以 因为这真的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就只会画这条趋势线 都不会懂得运用 可是等一下我们到POWBI 我们统统到应用 因为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后面有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预测 还有这4个年 哪2个年其实怪怪的 不好的 哪2个年其实是比较好的 什么叫怪怪 你看嘛 这边这个点在这里 但是他真实的表现是不是在这里 所以真实表现是不是比 预测好 对吧 这个呢 真实表现是不是小于预测 对吧 这有没有意义 有这真的很有意义 这都是我们接下来通通都要在跟你们分享的 可以了解 请你到时候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做分析 为什么要做分析 知道 大数据分析 当然你要知道我要分析什么 再来怎么做分析 我们是不是用 现在是不是用一个数秒分析的方法 数秒分析的方法 然后这个数秒分析的方法 我可不可以再做一张 再做一张 再快速的做一张 例如说 我可不可以做各类 各类子产品 这边 各类子产品的利润统计 当然可以就插入数秒分析表 确定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勾选 勾选类别 还有利润 利润 然后接下来 我就去画数秒分析图 确定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设计里面选一种 我想这个各位一定都会做 甚至你还希望说做一个排序 做什么排序 利润由大到小的排序 然后最好是千分位 这个千分位符号 减少小数位数 然后是不是这样子一个呈现 这就不能画趋势线了 这不能画趋势线 为什么 因为这三个是无关的 对不对 刚刚你可以画趋势线 是因为下面是时间 2013到2014 这个是连续资料 这个类别的话不是连续资料 好 所以请问您会不会做分析 大概会做分析了吧 可不可以分析出来 各年的销售数量 统计 可不可以分析出来说 那个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的变动 可不可以做出来 例如说同期比较 可不可以做出动态散步 分析 地理分析 好 有些图可能在以下这边 他会需要用后面的版本才能使用 好 不管怎么样 第一节课可能要暂时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了 至少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叫资料的正规化 然后就是把不合理不正常的值找出来 来找的方法 我已经介绍给你们了 再来你要会做一些资料的分析 可是资料分析 你虽然分析这些 但是他就是没有联动 没有互动式 所以我们需要用更好的工具 来跟各位分享